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半导体行业在2025年布局呈现结构性调整将2024年显著回落 反映出市场对产能过剩风险的警惕与投资策略的审慎 从产能规格看,2025年新建专案以大尺寸晶圆为主力 包含15座12英寸300毫米晶圆厂与3座8英寸200毫米晶圆厂 其中12英寸产线主要聚焦7奈米及以下先进制程 服务于AI晶片、高效能运算等高级需求 8英寸产线则瞄准汽车电子、物联网等成熟制程市场 缓解长期存在的产能紧缺问题 从地区来看,美洲以美国为核心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第三座2奈米晶圆厂的破土洞空为标志性事件 其产能已被苹果、辉达等企业提前锁定 叠加本土AI产业爆发式需求 推动区域先进制程占比升至21% 日本依托深厚的半导体材料与设备基础 通过新建产线、巩固功率器件等特殊领域优势 试图重获全球市场话语权 美洲、日本之外 台湾两座、欧洲及中东三座 韩国与东南亚各一座构成补充 其中台湾的新建厂聚焦2奈米先进制程 台积电宝山F20工厂预计2025年底月产能达5万片 强化技术领先地位 台积电拥有先进制程深度绑定汽车、工控、AI等高景气领域 而侧重成熟制程通用品且面临激烈竞争的厂商 例如联电、格罗芳德复苏叫环 中国厂商例如中芯国际、华虹等 在其国产化和政策支持下复苏势头明显 2025年上半年,AI和先进制程将继续成为台积电的增长引擎 成熟制程的需求将普遍回暖 但竞争依然激烈 产能利用率难以回到2022年的超高水位 台积电自2024年逐迹复苏 复苏动力来自AI相关HPC、HBM及3奈米、5奈米先进制程的强劲需求 2025年上半年,预计因苹果新机周期和AI晶片持续放量而保持高位运转 其关键驱动因素为AI浪潮与3奈米、5奈米先进制程的领先优势 中芯国际2023年产能利用率逐迹下滑至谷底 2024年开启明确的V型反弹 主要得益于消费电子、物联网及其国产替代等需求回暖 2025年由网维持高水平 关键驱动在于消费电子市场复苏、国产化需求 以及55奈米至28奈米等成熟制程的特殊工艺平台 联电与哥罗芳德作为全球主要的成熟制程特殊工艺代工厂 趋势较为相似 2023年经历从高点到年底低谷的变化 2024年处于缓慢但持续的复苏通道中 反弹力度弱于台积电 甚至中国头部厂商 预计2025年上半年将继续温和回升 关键驱动因素是工业、汽车和部分消费电子需求的温和复苏 且面临激烈的竞争环境 根据SEMI数据 由于主要晶片制造厂积极扩大7奈米及以下先进制程节点产能 预计2025年全球先进制程节点的产能将达到220万片每月 同比增长16% 在中国半导体国产化替代和晶片自己自足战略的推动下 2025年主流制程节点的产能将达到1500万片每月 同比增长6% 成熟制程节点预计将达到1400万片每月 同比增长5% 资本开支方面 台积电作为行业绝对领先者 2025年计划资本开支远超其他所有厂商之和 旨在巩固其在三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 以抓住AI浪潮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在经历了前几年的扩张后 面对成熟制程可能出现的产能过剩风险 联电和格罗芳德公司从2024年起转向保守投资 联电明确大幅削减开支 格罗芳德则保持平稳 核心目标是提升盈利能力 而非追求市占率 从市占整体格局看 不同厂商依靠AI 消费电子 汽车工业 本土替代等不同逻辑驱动增长 行业从单一高阶 制程竞争 转向多领域 多技术路线的差异化竞争 其他厂商在成熟制程 特殊工艺 细分领域差异化竞争 如中国厂商中芯国际等 而顶级晶圆代工厂商 如台积电 不想先进制程 与顶级订单 其中 台积电以70.2%的市场份额 一家独大 行业技术与客户壁垒极强 三奈米二奈米先进制程 回答 Blackwell的AIGPU 及苹果 高通 联发科等旗舰晶片等 高阶订单高度集中 第二梯队中 三星7.31拖智慧型手机 Galaxy S25 Nintendo Switch 2的晶片代工需求 但在AI高阶制程领域竞争力弱于台积电 中芯国际5.9%受益中国本土消费补贴 聚焦28奈米成熟制程服务汽车工业晶片 同时国产替代需求推动增长 第三级以下梯队力 联电4.4% 格罗方得3.9% 通过晶圆出货量与ASP双升 或聚焦特殊制程 依托汽车工业晶片客户 新品备货增长 华红集团2.5% 借助其国内消费补贴 12英寸产能利用率提升 及特殊工艺平台 如BCD发展 世界先进 高塔半导体 各0.9%受益于成熟制程订单回暖 或客户下半年新品备货 带来的产能改善 经合集成0.8%靠其国内补贴 在CIS影像感测器细分市场产能爬坡 BG电0.8% 则因晶圆出货激增 ASP微幅下滑 部分抵消增长 在此背景之下 科技媒体TOMS Hardware 在9月下旬发表博文 三星电子正以激进的低价策略 挑战晶片代工市场 三星已将其尖端的2奈米工艺 SF二节点晶圆报价 大幅下调至每片2万美元 此价格相较于市场领导者台积电的 3万美元低了33% 标志着先进制程领域的价格战 已悄然打响 该媒体认为 对于三星而言 这一决策虽显激进 却可能是确保其未来发展的必要之举 其核心目的在于吸引客户 避免投入巨资建设的2奈米晶圆厂 在建成后因订单不足 而陷入产能闲置的困境 通过更具竞争力的价格 三星希望能够确保其在 先进制程技术上的巨额投资 最终能够转化为稳定的市场份额与财务回报 从而在与台积电的长期竞争中 占据有利位置 然而 三星的2奈米技术推进之路 近期面临着重大挑战 该公司曾在今年1月 被报道削减了一半的代工厂投资 与其主要竞争对手 台积电持续加码投资的策略 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 由于未能招揽到足够客户 三星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耗资巨大的全新晶片工厂专案 也遭遇了延期 未来该策略能否成功 还需继续研判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